好多藝術家都已經脫離傳統 而且創新的部分是有大步向前 跟以前的傳統有大步的不同 這是受到現代廢話的思想影響 所以因為台灣這幾十年來接觸到外來文化 非常的頻繁 所以很多老師也都到國外去客座教授 也到國外去展覽 然後到國外去留學 所以帶回來很多西方的這一些的廢話思想 從本土的人文風景去解身 然後再進行創作 可以說是一個從傳統書到現代到後現代的一個作品 每一位藝術家他自己的創作都有他獨特自己的風格 藝術的創作是很自由的 而且是很主觀的 現代廢話他還有一些絲成的影子 或現代的話就是會等於是不一定是同一個風格 會有不同的風格的呈現 這個就是可以說是從傳統再去改造的一個現代廢話 所以我畫的是廟宇的藻井還有香爐 現代水墨它有剪接 然後各種不同的畫面拼貼在一起 裡面有抽象的有跡象的 然後也有書法的元素 不同的元素組合起來 這些作品下一次展可能會不會再展 會不一樣時間上也比較短 只有一個一個禮拜